大家好,我是悠悠 这只鸽子就是个400公里的冠军鸽 没有精,我感觉就是经常拉锡导致的没有精的 天气热嘛,只要多喝水就拿这种分辨 看这旁边都是那个水的印子,这已经干了 分辨不是特别的好,只要喝水多了就这样 这么热的天气不给他喝水不现实的,对吧,渴死他 那让他遭罪你 早一段时间不也是发过这样的视频吗 就是说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来给他治疗 有一位鸽友,他说我还没有遇到对手 像这种鸽子我家里面没有的 他给我寄过了一个秘方 说用这个药水喷在粮食上面 只要打湿就行了,给他吃 基本上三天就没问题了 喂完这个药说千万别给这个鸽子打球虫 这个里面就含有球虫,这个不是药 他说咱就用这个 语言就是说交流语言就说它是药吧 它是属于那种 比利时 那边寄过来的原液说的 是属于植物精华的 神神秘密的 你看他还画了一个痕迹 刚好给我寄了这么一点 我们来试一下 不能辜负了这位朋友的好意 要是调理好了 出的好鸽子 我肯定要想办法给它弄过去 因为我们要做记录视频 我们先把这个分面给铲掉 这也吃不了多少 就在这个 它的饭碗里面 给它喷一下 喷 喷的挺好吃 他说喷个五六下 一大喷喷个五六下 我这一点点喷个五六下 这个不是药没关系的 都有点结团了 像油一样的 方知效果不好 去吧 这位兄弟说了 他要是不吃不要理他 实际饿 直至吃下去为止 感觉到他们很刁的 那如果后期这个 用的效果好 我们就把它的秘方要过来 我来公布一下 好吧 但是呢好吧 其实这个不是药 挺好的 他养鸽子给我养鸽子 我俩交流了一下 都差不多 都不愿意用药的人 都差不多 都不愿意用药的人 但这个水是不停的 水是随便他喝 所以说瓶子有点绿啊 那是青苔 每天都有换水的 就是天气太热 阳光照射之后 会产生这种绿色 不碍事的 我们明天看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他拉的分辨啊 水是没有停的 这是昨天产掉的 我去 这个兄弟说的 还真的是 虽然说不 全部都是这种分辨啊 有一点稀 但又明显的改善 他从来没拿过这样的分辨 只要喝水的话 这样的话 是不是 就是 对受精又走进了一步啊 这才第一天 这里面还有拿的那个分辨 真的太谢谢这个兄弟了 养鸽子真的是 养得久 学得久啊 这个兄弟养了十几年的鸽子了 他家里面的鸽子 基本上都是说 比利时圆环进口过来的 他们那边打比赛需要的鸽子质量要好一点 因为他们 堵住压子太高了 回头要问一下这个兄弟他这个 就是这个 要是怎么样 什么原因 到时候我也会分享出来 给朋友们讲的 但要偷偷的讲 不然的话被他知道了 他不写出来的那个包装上啊 已经神神秘秘的了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 分享到这里 不要再继续拍了 因为在拍明天的分辨也是一样了 只能说一天比一天好 太明显了